临终住念 亡生者的冤亲债主 和住念的人之间 是否会产生什么问题 甚至于因此结厄缘 这个不会 住念是真实功德 因为这个时候 他一生当中最需要的 就是在临终的时候提醒他 不要忘记念佛求生 临终的时候最怕的是 他对世间世缘放不下 他还有贪念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交代 那这就完了 他往生的这个机缘就失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 帮助他提醒他放下外面 一心念佛求生进度 住念的人一定得佛菩萨加持 不会惹上这些 除非住念的人心邪不振 那你就会受鬼神的干扰 如果你心地清静 如果你心地清静 鬼神看到有尊敬 也不会有尊敬 也不会找你的麻烦 祝念会不会影响自己的修行 是否被因果 我们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 但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在什么地方 你帮助别人 你帮助别人助念 帮助他往生 对自己决定是殊胜共振 是好事情 这个事情肯定是好事情 他的这个悟因悟果 绝对不会跑到你身上 没有这个道理 你能帮助人往生 大慈菩萨加 真正能帮助两个人往生 都比自己修行精进 那么佛说这些话 就是命令我们 一定要肯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第一书生 就是人在临终的时候 帮助他 祝念帮他往生 他往生就成佛了 你帮一个人就做佛 这还得了 你肯定喜欢常常帮助别人 我们自己临命中世 就有许多人帮助我们 我们不肯帮助别人 嫌弃别人 到自己临命中世 没有人帮你做你 这叫夜阴果报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到底在哪里 经上讲得很清楚 在我们这个世界西方 过十万亿佛国度吗 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我还能说另外一个地方吗 如今所有 可是人又怀疑了 西方我们在地球往西面走 走又走回来了 这怎么办呢 佛经里面讲的西方 苏婆世界的西方 什么叫苏婆世界呢 释述迪佛的暴徒 是这个大千世界的西方 不是地球的西方 是大千世界的西方 那释迦迪佛 暴徒多少个阴后心 十万亿个阴后心 今天寇修家没发现 这样说来 还是不能断出你的疑惑 不要紧 不管它在哪里 我们有个信号 这个信号跟阿弥陀佛沟通 这个航向的指导 这个信号就是阿弥陀佛这句佛号 我们念这句佛号 就像此地打电报一样 那边的电报就通了 我们这个航线是通的 不管在哪一边 这个航线决定通 决定没问题 老师念佛 后看到临命中时 哎呀 你要不要去辨别方向 阿弥陀佛来接你吧 决定要有信心 我很想参加临终住念 可是很担心自己的念佛功夫不够 或害怕被亡灵附身 不知该怎么办 只要你把这个疑虑 恐惧消除 这个参加临终住念 是一段很好的事情 这送往生的 你常常送别人往生 你将来临终去 很多人会送你往生 果报是这样的吧 而且常常送人往生 你会看到往生很好的脸一样 会增加自己的信心 那么将来自己这个病重的时候 没有恐惧 好处很多 有这个机缘的时候 应该可以参加 不要有顾虑 这个亡灵附身 灵鬼附身 不是随便附的 他附某一个人身 他跟那个人有缘 而且也得到是鬼王批准 鬼王不批准 他要附身的时候 他犯罪的 他那就是害人的 他要受国保 要受惩罚的 所以不识 随便会附身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不要怕 纵然附身也无所谓 他不会害人 哈尔滨有位出家人说 你们给他祝念 他死后 他的冤亲债主 将来在你临终时 要跟你算账 所以有人就不敢祝念了 我想这是不对的 可是又找不到 依据来说明 请老法师开示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你一帮他祝念 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做佛去了 将来你临终的时候 他的这些冤亲债主 也找你的麻烦 那个佛来帮助你 你操这种心干什么 大慈菩萨跟我们讲的好 帮助两个人往生 就比你自己精进 你能帮助十几个人以上往生的 你的佛报就无量无边了 能够帮助几百个人往生 你就是真正是菩萨 祝念是帮助人往生成福 世间第一等功德 再没有比这个功德殊胜 所以那些人说的话 你说他的冤亲债主来找我 你拿出证据来给我看 如果没有证据 你随口造谣啊 这个不能叫人取信 一切要以佛法 所以佛在经上教给我们四义法 是很正确的 义法不义人 义义不义语 义了义不义不了义 义知不义识 义理知不义感情用识 我组织念佛已有几年了 但现在有同修多次劝我 要先成就自己 然后再帮别人助念 可是还有些同修朋友 找我去助念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对 助念是自立利他了 助念你念佛吗 那同时自己念佛又能帮助别人吗 大慈菩萨讲得好 这是佛精神 你能够帮助两个人念佛往生 比你自己修行的功德大 那为什么呢 你在这一生做了大功德 帮助两个人做佛了 释出时间还有哪个功德能比这个功德更大 没有了 你要能帮助十几个 那你的佛报就打得不得了了 帮助十几个往生到极乐世界 以您命中是决定了 为什么呢 你命中的时候 他们在极乐世界都看到 一定拉着阿弥陀佛 我们能来都靠他了 现在就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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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 这个我们要认真做 并不妨碍自己念佛 自他念佛 助念小组 最近因为法器人缘不够 无法和原来一样助念了 请问是在家一心专念好 还是和原来一样 有众生需要就去 如何圆融 佛教我 随远不叛远 如果有人邀请你 应当去 这是好事情 送往生是真实功德 弟子每一次发心去助念 回家后丈夫就生病 但有一次 一位103岁的老婆婆要往生 一位出家老法师 先洒进在开示和归一后就走了 我们继续助念 回家后丈夫就没事 请问老法师 是不是我们助念的效果 不如法师的开示 这个与法师 这个与法师开始没关系 助念 如果要有诚意 有诚意 有爱心 真正为他诅念 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诅念的时候 心里面有夹杂 有妄想 那就不得力了 不但不得力的时候 在祝念送往生的是罪过 替人助念 回来要不要洗身体或换衣服 你说要不要 如果回来还要洗身体 还要换衣服 那你就对于那个 亡人就有怀疑 如果你回来是入乎其思 或放在心上 你对于亡人这只供应 这是我这个想法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你问我呢 我认为没有必要 真诚心帮助他的是什么 他会感激 即使不能往生 也会感激 因为这个临终 听到这个精神佛号 一定可以减少他的痛苦 这是肯定 祝念团有两位居士带领 当A居士带领时 很少有众生附体的情况 但是B居士带领时 经常出现众生附体的事情 有些重念成员害怕 有人说B领队 与地藏菩萨原生 请老法师开示 如果与地藏菩萨原生 就会得地藏菩萨加持 不会有这个情形发生 可以说的是 这位居士 与这些附体的 这些众生 有缘 所以他来的时候 很容易来找他 这个就是像这个月般附体的情况一样 身体健康的人 身体健康的人 知见正直的人 为神不敢附体 凡是你看看 这个冤心在住附体的人 他的这个身体 一定是很弱 弱不禁风 平常呢 精神抑制 绷极中 这样的人 很容易感到 运行在住附体 你仔细去观察 就能够看得到 然后你就想 你和他这两位 带领的 他们情况一定不一样 你看看 你前面家的 A居士跟B居士 你看A居士 是不是精神很饱满 身体很强壮 附体的这鬼神 不敢碰他 那么B居士 可能身体就差一点 身体多病 虚弱胆小的居士 能否给临终的人住恋 直到往生火化 可以 你帮人祝念 这是一段功德事情 是一段好事情 祝念的时候 你真正幸福 散保卫神 加持 这个鬼神 看到你是个念佛人 对你的尊敬 绝对不会伤害 你要有这个信心 你就不会害怕 你的胆量 你的胆量 逐渐会大起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